這裡跟大家分享幾個領導人的說話 跟大家分享第一個就是土耳其總統 他說哈馬斯並不是一個恐怖組織 是一班神聖戰者對於保護自己的領土 這是土耳其總統奧德爾格爾說的 所以我照說 他說我在這裡呼籲以色列和全世界 以色列認為哈馬斯是恐怖襲擊的團體 西方對你有很多欠缺 但是土耳其並沒有欠你任何事 哈馬斯也不是一個恐怖集團 他只是一班聖戰者 目的就是要保護他自己的土地 這就是來自土耳其總統奧德爾格爾的說法 跟著我們就看看聯合國上面 俄羅斯的大使 指俄羅斯駐聯合國的大使 如何跟以色列說 我們不是叫你不要對抗恐怖主義 我們只是叫你只可以對付恐怖主義 就不要對付平民 We are asking you to fight terrorists 打恐怖主義 not civilians 並不是平民 另外這邊有另一個就是 中國的大使 也是聯合國的大使 回覆說 我們不想爭辯 爭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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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以色列當中國是一個敵人的話 你可能選擇了一個錯誤的目標 自從加薩地帶的衝突開始 我們對於任何攻擊平民都予以譴責 包括以色列 和巴勒斯坦一樣 中國大使繼續說 我要提醒大家 在過去的星期 這裡有巴西提出的一個議案 是譴責哈馬斯 我們贊成 但是被美國否決了 我們不明白 我們不可以低估 在以色列的情況 但是我們也要同樣 給相同的重要性 在巴勒斯坦方面 我們不可以否認 就是長期以來 巴勒斯坦人民所祈求的 並沒有得到 希望 我們要公正 以及依據事實 這幾句說話 就是來自大老門 不是老業的事 對 對 對